解答一下近期大家问的比较频繁的一些问题 第一,广州车展延期了,比亚迪两款车型该怎么办呢 前两天我出过一期预告给大家讲了广州车展比亚迪的一些规划 简单来说就是护卫舰07正式上市以及腾式UXE的实车亮相 现在主办方已经官宣延期了,而且没有明确的时间 并且我们从最近的这个实际情况来看 今年大个率广州车展可能就不办了 这意味着比亚迪要重新自己办两个线上发布会来 发布护卫舰07和UXE,我们一个一个来讲 护卫舰07如果按照这个节奏来看 我猜测,上市时间可能会推迟到12月份左右 那今年交付的概率就会很低 千万不要小看这个事情,这关系到消费者的钱包问题 如果说今年年底能交付一批,那就意味着是今年的售价 明年涨价并不会影响到第一批订单的用户 那如果直接放到明年开始交付,大概率的售价 就已经将4000左右的补贴差价计算进去了 这点还真不好说,也猜不到,只能看后续的进展了 UXE的实车亮相也有可能随之而延期 直接从亮相改成预售的发布会 这款车我介绍过很多次了 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可以在弹幕和评论区留言 下一期我来给大家做解答 第二个问题 比亚迪15-20万这个价格区间缺一款轿车会有规划吗? 答案很明确,是有的 还记得之前我跟大家做过一些猜想吗 关于驱逐舰07的价格问题 当时我的观点是驱逐舰系列本身是没有历史包袱的 价格可以往下探 做到17万左右起步来补足这块市场 可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因为目前这一块对于比亚迪赖是完全空缺的 而生蓝03也是抓住了这个市场的一个机会 获得了不错的关注度和销量 但是根据目前比较新的信息来看 驱逐舰07的定位并不会比汉迪安曼低 不过也有一个好消息 就是秦家族会在下一代增添很多的配置 这里会包含了底盘,外观设计,内饰用料和平台等等 也就是说秦家族会自我发育 进化成为15-20万级别的产品 当然这里也有一些问题在 比如说秦家族是否会采用 新老两代同堂的销售模式呢 毕竟十几万价格出头的这个市场 已经被秦老所占据了 完全跳脱不现实也不合理 再比如说如果新车型也沿用秦这个家族 是否会让消费者感觉档次不够用呢 第三,秦三翠到底限量多少台 其实这个我也不知道 但是我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些信息 严格来说秦三翠就是比亚迪第一次大规模的做限量车型 如果按照正常的逻辑来说 应该会直接告诉大家 我们是只生产3000台5000台或者再多一点 2万台3万台 但是比亚迪实实没有比出这样的一个明确说法 无非就是这两点原因 第一,秦三翠利润足够高 卖的越多赚的也就越多 其二,说是限量版 那其实也就比那个四驱加选装的创始版贵不到2万块钱 远没有达到一个一般车型限量的一个概念 说白了 比亚迪还没有想通到底应该怎么去玩这个限量 所以对于比亚迪而言 就是走一步看一步 比较大概率的事件 要么就继续卖着 反正也没有多少人因为这个事情产生给大家的意见 要么就是未来再加推一个新的颜色 顺势把秦三翠替换掉 第四,现在买比亚迪的车子 又想春节前提车可以选什么呢 现在比亚迪的车型平均的等车时间大概是2-3个月 但是也有一些车型提车很快 甚至是有限车的 比如说秦普拉斯、宋普拉斯低续航版本和EV的低配版本 大多数地区要么是有限车 要么也就是等待一个多月的事情 汉迪家族目前产能很高 所以说除了汉DMP和汉DM242以外 提车都是非常快的 唐DM提车是很快的 唐EV除了那个600版本 其他也算比较快 但是唐DMP的速度也会慢很多 元普拉斯和海东现在非常非常吃紧 产能虽然提升了很多 但是订单更多 所以说这两款车你想快速提车 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海豹的550、蓝蓝很多地方已经有了限车了 700是最慢的 四驱反而会稍微快一点 对了 那个套件版本 大概率会在12月初有第一批的交付 不出意外的话 我应该也会在那个时候提车 当然前提是不出意外 那很有可能它还是有意外的 好了 以上就是我觉得比较有代表性的几个问题 如果大家还有什么相关的问题 可以在评论区提问 就这样吧 拜拜